Yo, what's up everybody? 我是谁不重要 他是谁不重要 因为我们的不重要,最后是今天我们继续说一说 音乐的历史 OK,现在我们来到 宗世纪 476年至1400年 他们呢,开始将 丹音旋律 唱入 罗马天主教教堂的仪式 但音乐全力 我觉得应该是 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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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类的吧 音乐符号自古希腊的文化开始 就开始使用了 但是在中世纪啦 这个符号首先由天主教教堂引入 比较容易可以写下一些圣歌 也比较容易 让整个天主教的家族 方便 将同样的曲调用于 宗教 音乐 帝国 从800年前 开始以书面的形式 发现到唯一 欧洲中世纪取诺 他是 罗马天主教教堂单调 礼拜十圣歌 其中心 传统被称为 格里高里圣 格里高里圣 大家必须找一找 除了 除了这些神圣的 教堂音乐的传统外 还存在着一种充满 活力的世俗歌曲 就是那种非宗教歌曲 然后 比较传统的 在这个时候 时期的作曲下 有 莱安宁 佩罗丁 蒂瑶姆 德马修 和 沃特弗德 福格威德 好长的名字 现在我们去说到 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 大鱼在1400年至1600年 他们更加关注那种世俗的主题 那种不是宗教 没有关系到宗教那些歌曲 例如 宫廷的爱情 大鱼在1450年 发明的印刷机 然后这使印刷机的乐谱啊 更为便宜 因为哦 可以批量的生产 在之前啊 还没有发明那些 印钞机啊 就是Photostack啦 他们都是我用手啊 慢慢复制复制复制 厉害啊 以前的人 那些活跃的乐谱啊 的可用性啦 提高了有助于更快的 在更大的范围内 传播音乐的风格 嗯 嗯 嗯 可以对啦 可以读生茶 这样的 哇 塞过去 塞过去 那世界各地都知道 音乐家和歌手 经常在教堂啊 法院啊 和城镇工作 教堂的和尚团啊 规模啊 越来越大 教堂啊 仍然是音乐的 重要赞助人 十五世纪 中文艺 作曲家 創作了丰富的 和弦啊 神圣的音乐 其中不同的旋律线 同时搅在一起 然后在这个时代哦 杰出的作曲家哦 包括 季小鲁 杜菲 哦哦哦 等一下啊 这名字有点长啊 乔瓦尼 皮尔路易吉 达 法列斯 特比达 什么名字啊 然后还有 托马斯莫里 和 奥兰德 的 拉苏师 随着音乐的火红啊 从教堂啊 移到了贵族的宫廷啊 国王啊 王后啊 王子啊 都在争夺那些 最优秀的作曲家 有许多重要的 作曲家啊 都来自荷兰 比利士啊 和法国北部 他们呢 被称为 费兰德 佛兰德 作曲家 他们在整个欧洲啊 尤其是 意大利啊 当中的重要的职务啊 音乐活动 活跃 的其他国家啊 地区啊 包括德国啊 英国啊 西班牙 OK 我们下一期 就说一说 来到了 一千六百年后 OK 今天就说到这 再见各位 拜拜 好